又到了山海气象的时间了 明天天气是如何呢 我们来请教气象主播老外 大家好 大家好 不管今天雨天原是气象在您身边 欢迎来到山海气象的时间 延续昨天提到的剩下天气 今天各地上半天都不错 也就是多云道晴的天气形态 不过也有些地方因为银层厚的关系 水气也多 同时加上对流发展旺盛的关系 周五前后是下起了雷雨的情形 但是基本上这些雨时都不碍事 白天没有下雨的时候 除了紫外线需要留意 相对来说这闷热的温度 也值得提醒大家一下 因为在这样的天气环境之下 长时间待在户外的话 真的蛮不舒服的 那今天的最高温是达到了36.6度 地点是在阿美族人居多的台东 长冰箱一带 而且我们也预估之后的几天的温度 呈现恐怕还会是如此 所以提醒部落主持人 在户外活动的话 要适时地来到阴阳处休息 休息也要补充水分 另外目前在我们东侧太平洋上的热地压 现在的状况又是如何 等等我们就从卫星云图 带我们的观众朋友一起来了解了 就图卡上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我们北方虽然有覆密云系 但是影响我们的程度并不会太大 也就是非常低的 而往我们台湾附近来看 目前也没有明显的云系 所以运辜明天的天气 都还是倾倒多云的天气形态 一整天下来都算稳定 不过中午过后 部分地区就要留意 可能会有雷雨的发生机会了 其中又以山区跟大台北地区 要多加注意 而这些因为对流发展光深 所带来的雨 在下完之后 天气又会恢复稳定的形态 随后闷热的感觉 就会随之而来 而说到了温度 至于明天的温度呈现 我们再从下一张的地面 天气图一起来看看 就图卡上可以清楚地看到 刚刚所提到的封面 明天是滞留在北方 而现在我们整个的环境风场 依旧是以西南风 甚至是南风为主 所以温度的表现 其实都是偏闷热为主 而有下雨的地区 在温度上 当然会稍稍地凉爽一些 另外也要提醒 我们高海拔的山区部落 随着时节的转变 目前的天气系统 有开始转为 偏向秋天的一个形态为主了 所以早晚的温度 会是比较凉爽的 特别是清晨跟入夜之后 在高海拔地区 对敏感 对这个温度比较敏感的族人朋友 自己就要多加注意了 至于目前在菲律宾 东方外海这个热地压呢 因为距离我们还很遥远的关系 未来我们会持续地为大家掌握 至于部落里头 更详细的天气预测 一起来刚为您整理的 山海气象 比东的狮子母 一根满洲高温三十度 注意短阵阵雨及雷雨的发生现象 太武来一根春日高温 三十一度太阳注意 午后雷雨的现象 三地门屋台跟马甲 高温也有三十一度 降雨机会最高有七成 高雄的原乡 高温三十度 太阳注意午后雷雨的现象 加意大利山 温度是落在十二岛 而七度之间降雨机会最高有九成 南多的原乡高温二十七度 降雨机会最高也有九成 台中的和平 温度是落在十六到二十八度之间 注意午后雷雨的现象 苗栗的原乡高温来到了二十九度 太阳注意午后瞬间性的大雨 新竹的原乡高温二十八度 降雨机会最高有接近到八成 北部地区来根复兴 高温二十八度 伊朗的大同跟南澳高温是来到了 三十一度降雨机会最高也有九成 花莲的部分新城花莲市跟吉安 高温三十一度 秀林跟万荣高温是有三十一度 降雨机会最高也有九成 寿峰跟封冰高温是来到了三十二度 凤陵光复跟瑞穗高温也来到了 三十一度降雨机会最高是有七成 卓西域里跟副里高温是有三十二度 台中海岸线的部分高温是冲到了三十四度 太阳注意午后的瞬间性大雨 纵谷地区高温三十度 降雨机会最高有九成 路线抬头是跟北南高温三十度 注意午后瞬间性的大雨 南回地区高温也来到了三十二度 杨美大乌鲁人的蓝雨温都是落在 二十五到三十度之间多云的天气形态 外岛的连江金门跟澎湖高温是来到了三十一度 外出看天气让您出门不露气 明天开始一直到星期四这两天的时间 各地下雨的机会都会增加 但这并不是持续性的 主要是以午后雷为主 下完之后就没事了 但在不下雨的时段里头 各地的温度都还是比较闷热 大家防中暑的工作还是得做好 另外在我们遥远东方海面上的热低压 现在是持续地在酝酿发展 未来会是间接性地影响我们 或者是直接地影响我们 我们也会随时地来为大家做观测跟掌握 这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的天气分析 祝福大家一切身心平安 继续要把时间交还给亚外 感谢老外带来的气象资料